娱乐巨头迪士尼宣布大规模裁员 受影响的员工总数是达到了数千多人 那么同时要进行改革重组 我们先来看到迪士尼的官方就表示 他们在美东时间25号的时候宣布 将会再裁员数千人 而目前裁员的总数其实已经来到了4000人以上了 那么被裁员的部门主要有几个 像是迪士尼娱乐还有体育频道ESPN 迪士尼乐园还有产品体验的等等的部门 但是他们也强调其实不会影响到主题乐园 与度假村第一线的这些实心员工 而裁员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行组织重组 并且决定权要回归给创业的高管 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将业务来精简化 那么当中有一个迪士尼写给员工的背望都提到 他们说这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 希望员工能有所体谅 他们他说这个首要任务是把事情完成 而不是快速的做好 但是其实迪士尼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裁员了 像是在2022年的11月的时候 已经有来到第一轮裁员 而这次是第二轮 不过预估在今年的夏天以前 可能还会有第三轮的裁员 最终会太除掉7000人 而预估能省下超过55亿美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